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绿螺 绿螺是半晕的菊物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室内养护 只要营造好良好的条件 就能让它的生长非常快速 比如像我这一盆绿螺 就是它生长得非常快 这个藤条长得非常多 而且它长出气生根 我们要不要把它修剪掉 为什么它会长出气生根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盆土 如果盆土养分不足 或者是比较平均的话 它就会长出这些气生根 而且每个节点都会长出气生根 土养里面的这些养分不足的话 就会长出这些气生根 由这些气生根 它就会获取空气中的一些养分 还有水分 这样的话就能让绿螺生长得比较好 这个土养里面的养分非常丰富 排水性也非常好的话 这个绿螺它也是会生长气生根的 营养不足的时候 它不仅可以借助气生根 吸收水分养分 还可以更加一步加深植株的一些稳定性 所以绿螺这个气生根 我们不需要把它处理掉 盆土养分不足 引起这个气生根的话 我们每隔四天 可以给它使用这个农邦组绿螺型的专用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也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 能让这个绿螺的叶片宽大油绿 让它这个叶片长得像巴掌这么大 那么我们使用营养液的话 根据说明书来吸吸水给它使用 好了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绿螺 为什么会长气生根的原因 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